全球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各位朋友晚安 我是曾中玉 美国联准会一如市场普遍预期 宣布升息三码 把基准利率升到3到3.25个百分点之间 这已经是创下了2008年来的最高水准了 那虽然这一次的升息幅度没有意外 但是在最新决策出路之后 美国股市回突涨幅而且直线跳水 因为联准会的点阵图 仍然释出了非常鹰派的讯号 一直到联准会的主席鲍尔发表谈话 虽然美股一度出现了反弹 但是买盘没有办法延续 随后又上演了沙尾盘的戏码 三大美股指数中场同步下跌了1.7% 因为鲍尔直接表态 在实现软逐鹿的同时 如果又要恢复物价稳定是一个挑战 而且如果你不消除通膨 那就会更痛苦 没有人知道这个过程是不是会导致经济衰退 或者衰退会有多严重 那在联准会议这次的会议记录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有人预计到今年年底为止 还会再升级四码 甚至有人喊出了五码的幅度 鲍尔说了 为了帮助人们免于通膨高涨的冲击 大家一定要抱持着最良好的希望 因为要为最糟糕的结果做准备 罗比尼预言标普500指数恐怕会出现暴跌40%的大修正 明明升息三码就是市场上预期的 甚至已经没有暴力升息四码了 应该算是个利多吧 但为什么美股在主席鲍尔召开记者会之后 走势大震荡大跌了1.7%呢 彭博资讯认为有两大原因 而这也是从鲍尔记者会上面收到的两大讯息 第一个 决策者保持一个激进的紧缩政策 第二 经济软着陆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就是这两个极度悲观的讯号 让投资者好恐慌哦 进而抛售美股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次联准会的决策当中 到底有多鹰派 好 首先 联准会除了宣布升息三码之外呢 他也发布了鹰派的点证图 点证图就是这些官员们预测 接下来比如说11月啦 12月啦 利率应该要维持什么样的水准 如果越来越多人认为 这个利率的水准会越高 那就表示 接下来升息的幅度可能是越快的 那点证图显示出来就是官员预测 在今年年底之前 可能还会再升息五码 哇 如果要再升息五码 接下来只有两次开会哦 11月跟12月 那如果这次升三码了 那接下来两次要分配五码的幅度的话 那是不是11月份有可能会再升三码 那12月再升两码 那这样加起来就是五码了呢 会是这样吗 那这一波升息的峰值可能会落在4.6%左右 好 第二个重点 这些决策官员们呢 大幅修正了经济预估值 不仅是调降了今年的GDP预估 甚至也把失业率的预估值再度的往上修 好 失业率从3.7%大幅上调到4.4% 而且他们现在对于经济的预测非常悲观 甚至认为通膨好难缠哦 你怎么打都打不下来 也没有办法回到你预期的水准 通膨率在2025年 今年2023年之后的通膨率 可能都还没有办法降到 他们希望的2%这样子的水准 那在各项的经济预测都被大幅调整之后 鲍尔当然继续展现了 打通膨非常鹰派的立场 他就说他的立场一直没有改变哦 从上一次全球的央行年会谈话以来 他一直都在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就是联准会啊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管经济了 没有办法管复苏或者是衰退了 他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打通膨 就是要恢复价格的稳定 好 他刚才讲到的这三点 大家都可以理解 可是为什么市场上非常害怕的 就是接下来的这两点 这两点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鲍尔虽然在这场记者会里面 他没有暗示也没有明示说 哎呀 经济衰退已经快要来了 可是他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 他说经济衰退这件事情 他说他不知道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有多大 甚至也坦承对抗通膨一定会带来经济痛苦 换句话说 他也释出了这件事情 软着陆的机会是越来越低了 而且对于房市来讲 当然也是一记重拳 因为美国房市可能会出现一个大修正 鲍尔说了 在他们这些决策者决定升息之后 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可能会出现逆转 当然价格回来 你说回到一个合理的水位可以理解 大家都买得起房子 可是从高峰一直要回到所谓预期合理的房价 还需要耗长一段时间 才能够看到有明显的降温 好 所以听得出来 这五点就是主席鲍尔所谈到的重点 所以大家了解了吗 为什么明明是升息三马 明明在预期当中 但是就是因为害怕后面还要继续升 担心软着陆的机会越来越低 美国的房市还要经过大幅度的修正 危险还在后头 所以就听得出来大家在怕些什么了 如果说2024年之前降息旺 还有经济衰退不知道要衰退多久 那经济硬着陆跟整个火爆的房市宣告终结 会进入整个大规模的修正 好 延伸的问题就来了 这些高风险资产还有房市到底要修正多久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美国现在房地产的市场 现在美国房地产的抵押贷款利率 已经攀升到2008年来的最高水准了 那这也导致大部分的民众 就算想要买房子也买不起 所以房屋的销售量就一路的下滑 你看到现在美国高利率还有高房价 都让现在大家对于负担来讲是更加巨了 如果你从数据来看 美国八月份他们的中股屋销售已经是连续第七个月下降了 所以有没有像刚才鲍尔说的房市再经过修正了 而且这一步的修正是2007年以来最长的跌势 就连美国住宅建商的信心指数 每个月也都在下滑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的房市 不管是新屋中股或者是商办 现在都饱受通膨之苦 那我们也知道 为了要遏止美国的通膨继续恶化下去 鲍尔一直非常严肃的在看待房市的变化 那他在这一次的记者会上面 也针对了房价来发表看法 他说现在的房价在下跌 出现了一些减速的迹象 应该有助于让价格更符合租金 或者是其他房市的基本面 所以他反倒认为 火热的房价下跌 其实是一件好事 如果能够经过修正之后 达到一个平衡 供需平衡 其实对于美国来讲并不是坏事 那联主会可以这样一直生生不息生下去吗 下场会不会越来越不可收拾呢 虽然鲍尔说了 我现在没有办法预估 我经济到底衰退到什么样的程度 但是有人出来踩刹车了 债卷天王刚拉克 他很沉痛的呼吁哦 说联主会真的不要再升息了 联主会应该要放慢升息的脚步 为什么 他说美国的经济已经濒临 衰退边缘 然后拉克觉得说呢 其实你们联主会也很奇怪啊 很多事情你应该更早就要发现问题了嘛 刚初跟你说通膨很严重 你们死不承认一直说通膨只是暂时的 你那时候不解决 结果拖拖拉拉拖到现在 才在这里这里升息一下 那里紧缩一下 好啦 你第一时间没有止血 然后现在又紧缩了一段时间了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货币政策的影响 它是非常长远 而且充满变数的 你们后来不是在第一时间 才在做这些紧缩政策 所以最后一定会累积变成衰退 所以刚拉克认为 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现在呢 联主会反倒是应该要放慢升息的步调 怎么说呢 现在联主会做的这件事情 为什么最后一定会累积变成衰退 因为刚拉克认为说 事实摆在眼前嘛 你经济衰退 美国的失业率是不是会一直上升 那这样的恶性循环 就导致明年美国经济衰退的几率 现在已经达到了75%了 这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讯号 那第二个讯号 殖利率 殖利率的曲线已经倒挂 那这是经济问题闪烁红灯 最明显的一个征兆 为什么刚拉克这么担心 甚至独排众议的认为 联主会真的不要再升息升下去了 因为不育儿童 有好几个大型的投行 还有研究机构都认为 美股可能要崩盘了 哇 到底是为言耸听 还是山雨欲来 我们先来听听末日博士 罗比尼他的看法 罗比尼认为说呢 不管是美国 或者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反正今年经济 年底前一定都会陷入一个 漫长而且丑陋的衰退 好什么意思 漫长就时间很长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衰退只是一时的 丑陋会挖出更多 什么样不堪的现象呢 他认为哦 甚至到明年 2023年 都没有办法摆脱这样的命运 所以美股一定会先反应嘛 而且可能会过度反应 这也让罗比尼大胆预测 标普500指数 可能会在今年 甚至接下来的时间 暴跌40% 出现这么大幅度的修正 四成 他认为标普500指数 四成可能会被修正掉 那这个数字它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罗比尼说 如果你以一般的经验来看 就算是一个很普通 规模很小的经济衰退 标普500指数随随便便 也可以跌到20%到30% 但是如果这一次 是一个扎扎实实的硬着陆 标普500的跌幅最少 40%起跳 那罗比尼还说 你不要以为我是乌鸦嘴哦 你光看现在整个美国企业 和政府的旁贷债务比 你就知道 美国经济绝对不会只是 轻度衰退 那以后呢 利率只会越来越高 常债的成本也会跟着上升啊 所以未爆弹 如果一个接着一个爆 一下僵尸企业 一下僵尸家庭 银行 还有很多的影子银行 僵尸国家等 最后一定难逃劫难 光是这样听 你还觉得标普跌40%够吗 好 这是罗比尼的看法 再来高盛 高盛呢 他们下修了美国明年的GDP预估 GDP的成长预测 从1.5%下修到1.1% 所以从经济成长率来推测 他们认为美国股市接下来 恐怕会暴跌27% 也是有将近三成的幅度 三成的幅度跟刚才罗比尼说 至少四成的跌幅比较起来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惊人 那高盛呢 他的理由是说 因为你联准会要降通膨嘛 那势必就要升息 以目前为止 这种升息的速度来看呢 明年的经济成长 还有就业前景 一定比今年差 那你失业率会不会上升 一定会啊 高盛预估年底 这个失业率可能会上升到3.7% 那如果联准会打通膨 这个力道再大一点 如果失业率真的飙到了6% 换算 他们认为标普500指数 重挫27% 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好 还有大摩 摩根士丹利最新的亚太区股市 分析报告呢 直指星星市场 因为一资金一直在撤出 大家都把钱拿去换美元了嘛 那星星市场的货币 重挫贬值 这对星星市场来讲 非常非常的大的一个隐忧 所以他们认为 9月底很有可能 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熊市 很多主要股市有可能一口气回吐 三成的涨幅 是很容易看到的 因为你从联准会最近的发言 还有这些令人下巴都掉下来的通膨经济数据 就可以知道了嘛 整个市场都会走入一个最差的情况 所以他认为10月有可能会出现 所谓投降式的抛售潮 所以您认为这些华尔街的大型投行 和专家担心的有没有道理呢 而美股真的会出现崩盘吗 请您将您的想法 留言在影片下方 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